今天买的这两条带鱼刚好60块钱 给它简单处理一下 拿把剪刀把头剪掉 然后肚子给它剪开 把这些肋脏给它清洗干净 正常我们就是叫攀饭直接处理的 但是实在是今天太忙了 所以就直接买了 回来就简单处理一下 背面这个鱼鳍的话 我们就从尾部这边直接给它扯掉就可以了 削以后我们在背部给它打上花刀 等一下更好入味 然后另外一面也是一样 切到第四刀的时候直接给它切断 卸想一下 好像我们大半年没有吃这种带鱼了 很熟买 难怪最近就是我公公说 他想要吃这种 我们加入生姜跟葱段 然后适量的料酒 给它抓揉腌制一下 就是这三间套简单给它去腥一下 因为这种带鱼它味道会比较腥 而且我们平时处理带鱼 都是不会刮那种黏的 海边人都没有 可能有些地方它会刮 就是看个人 我们给它这样简单腌制一下 大概五分钟 接下来我们准备多一点的大蒜 全部拍碎 然后切成末 再准备两根小米椒切一切 然后一根小葱 给它切葱花 这道菜最重要的就是干豆豉了 我们给它多碎一点 容易出味 让我们淋入一味油 先发香味 分别盐的话不需要太多 白糖来一勺 然后两勺的味鸡线酱油 再来一大勺蚝油 然后搅拌均匀 海鲜集菜就是少不了葱姜蒜打底 准备多一点 给它切成对半就行 然后葱的话我是准备这种米南红葱头 这种会比较香 没有的话就用洋葱或者小葱 下锅里面我们倒入食用油 先下葱姜蒜给它炒香 带鱼里面这些葱姜蒜要给它挑掉 这个不要 闻到香味以后我们就可以摆上带鱼 再把炒好的豆豉汁给它加进去 盖上盖子我们调中小火焗8分钟 最后一分钟我们炖大火 然后盐锅盖拧一圈高度白酒 然后焗一分钟 这一步主要就是为了激发香味 真的老香了朋友 出锅的时候我们撒上红椒粒 一根葱花就可以开始吃了 今天中午做了一个酸菜炒大肠 然后豆豉焗带鱼 还做了一个蒸蛋 炒了一个铜花菜 汤的话就是红菇老鸭汤 我用鸭鸭肉 然后随便炒了一个主食 草麦面 等一下也可以吃蒸蛋 跟这种青菜的 我们今天中午就这样吃 妈妈 我不要了 开心 开心 一人一半 妈妈 我不想皮 不吃皮等下给爸爸吃 我也要吃一勺 今天妈妈做的真好吃 谢谢宝贝 我也吃真好吃 我也妈妈做的真好吃 谢谢 大家要吃饭 你别一口气干凉了 下去就没有肚子可以吃饭了 妈妈又没有鸡蛋了 吃完了 下次再吃 就给奶奶 爷爷吃 奶奶 爷爷吃啊 奶奶他们好爱吃大肠 肉也赶紧吃完 姐姐有看到吗 没有 听到 姐姐上午看书耶 你吃肉